我一开箱评测好久不给大家做了 这个是从网上12块8淘到的勺药 这个是我们后期小哥采购的 这个关于勺药这个事我要跟大家说 现在是已经过了花期了 他又去买 不过先打开看看是什么样的 描情如何 毕竟价格搁这放的对吧 看看那个根系如何呀 勺药和牡丹他们的根系都是很强大的 生命率都很强 牡丹呢也叫木草药 哎最早的时候欧阳修 带到那个洛阳 名为听红 我天带个小虫还 没死啊 他有新的牙子 我目前关键这个事都不知道 应该是这样吧这样是正吧 搞得我都分不清正反了 不管了再看下一个 感觉是刚被切开的呀 应该能种出来好几颗 少要一般都是在春天开花 现在买的话估计不会开花了 五颗种五个盆吧 花盆只要是排水透气就可以 很多花友说养花 我我估计是我的盆不行 你别总是怪愿盆 盆影响不大 种的时候呢 选择一份哇塞的土 老花一选的是老花一的一个通用配方土 像这个我估计没什么希望了 不行这上面全部都是铜子 要做一下药玉处理了 咱们弄一点水 然后往水里面加入一些冬菌铃 这个多点少点无所谓 再放一些生根液 用到的是会玩的强力生根液 养花用会玩省心又省钱 有的话说你放的有点多 这个 我是给它杀一杀菌多点少点的吧 再来 好了 现在呢咱们就给它入土 每个里面都放入一些个底土 埋的时候不要埋的过分的深就行了 大概是居中的位置 一定要把那个花芽它朝上长的那个位置 这个盆感觉用的有点小了 到秋天再换吧 如果说小的话 把剩下的这个水倒进里面 好了 在这里要给大家说一下 像牡丹也好 扫眼也好 最好是等到秋天的时候去种 这个季节有点青黄不接的时候 但是好多的话问怎么弄 想提前预备功课 这个可以的 建议大家呢等到秋天的时候吧 中秋节中秋节之前吧就是 八九月市吧 羊里的八九月市 您记住这个事就行了 我现在弄的比较早 不过不影响牡丹的话就会影响的 牡丹的话最好是秋天 因为你像其他季节的话容易不开花 扫耀还稍微好一些 好了 一边关于扫耀的一个事 给大家简单的做来分享 最后呢总结一下 这时候呢可以用一些三菌药 可以用一些生根剂 是吧 地摘盆摘嘛都可以 最好是赶在秋天 像这种裸根的这个就尽量的先不用肥 从来长出来再用肥 之后呢是可以给光照 因为 因为这个盆你晒与不晒都无所谓的 现在呢就可以等了静待的等了发芽了 到明年春天期待它的开花 如果说大家同样也喜欢扫耀的话呢 可以在本条视频啊评论分享点赞转发 我会从这个里面抽取啊 这五个花友送给你们 少有 有不得就点赞 我老花一 咬我们这边一 拜啦 哈 嘿嘿 嘿嘿